每个猫咪的性格和喜好不同 大部分是喜欢被撸的 但是撸猫也不是随便摸一通 时机和手法都非常重要 猫咪之所以不喜欢你摸 很可能是因为你的手法不OK 一 梳摸背部 背部是蝉使官最容易撸到的部位了 但用离国度或者猫正好不开心 它可能会掉头来咬你哦 手法可以把手当做梳子 沿着毛和骨骼笔直抚摸下来 也可以轻轻地用指尖捏起后放下 或者揉捏背部 二 按摩耳朵 猫咪的耳朵血管分布密集 而且日常难以清洁到 因此摸耳朵会让猫感觉很舒服 手法找到耳后方的凹陷处 轻轻揉按打圈 还可以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揉捏耳朵 猫咪会舒服地呼噜噜 三 面部SPA 在猫咪小的时候 猫妈妈会经常舔是小猫的脸部 因此按摩这个部位会让猫咪很有安全感 基本不会抗拒 手法顺着毛发生长的方向轻柔抚摸 可以向两侧抚摸提拉脸颊 注意手要从侧面伸过来 避开猫咪的五官 四 按摩下巴 猫咪的下巴分布有七位线 当你摸它时 信息速就传到你手上 这让猫觉得很安心 而且这个部位自己清洁不到 按摩这里相当于帮猫咪清洁 因此想让猫喜欢你 摸下巴准没错了 手法 可以稍微用力抓脑下巴 甚至主动伸长脖子让你撸 这时候只要做一件事 别停就对了 五 按摩屁屁 尾巴根是猫咪比较敏感的部位 这里聚集了很多神经 按摩这里会让猫觉得很舒服 但要注意手法 不然现身说法告诉你什么叫老虎屁股摸不得哦 手法 推荐的手法是轻轻拍猫咪尾巴根附近 猫咪可能会倒地或抬屁股撬尾巴 这个时候记住 不要停 继续拍 六 按摩肚腩 软肤肤的肚腩 哪个铲屎官不按摩呢 但肚子是猫咪的敏感区 不能随便乱摸 手法 如果猫主子不讨厌 可以把你的手放上去 像搓麻将一样轻轻地搓揉 也可以把脸埋进肚子里吸 撸猫时 别只顾自己爽 还要注意观察猫咪的情绪变化 眨眼镜 打呼噜 流口水 闭眼睡觉 代表继续 我很喜欢 快速甩尾巴 起身 代表够了 你别摸了 当猫咪示范 专注玩耍 情绪浮躁时 不要强撸 不然 等待你的可能就是一顿猫拳攻击 前面也说到 不同猫咪的喜好会有所不同 先摸索自家主子喜欢被入爱的部位以及力度 有条件可以从猫咪小时候就开始入爱 这样长大就不会那么抗拒了 猫喜欢被拟撸 只是为了确立家中的主子地位 和其他猫科动物一样 猫也会用气味对自己领地内的物品进行标记 这些气味来源于气味线 一般来说 它们会通过摩擦线体的方式来刺激气味的分泌 这些线体分别位于猫的下巴 脸颊 耳朵 尾巴根部 有科学家就认为 猫之所以喜欢被人摸下巴 或者是用脸颊蹭人 是因为想和你交换信息素 让你身上带点自己的胃 顺便确立自己的家庭地位 增加自己在家里的舒适感和安全感 地位越高的猫 越喜欢摩擦自己的气味线 可以推测 让你摸 是让你知道猫才是主子 你就是一产使官 好吧 感谢观看